当地时间4号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 泽连斯基在通话中感谢古特雷斯为疏散亚素钢铁厂平民所做努力 泽连斯基说亚素钢铁厂第一阶段人员疏散已成功完成 已有121名平民被疏散 希望能继续成功进行人员疏散行动 他还恳请古特雷斯协助将所有受伤人员从亚素钢铁厂转移出来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 目前乌方有40余名重伤员被困在亚素钢铁厂 另据俄罗斯国防部4号消息 俄武装力量于莫斯科时间5号 6号 7号的80至18时 开通人道主义走廊 用于平民从亚素钢铁厂撤离